香港公民抗命運動仍在繼續當中 近日北京各地也驚陷了黑底白字的中環件貼紙 引發了大陸公安單位的關切 雖然中共強力封鎖消息 但大陸民眾透過了不同管道 得知這場香港雨傘革命之後 隨即就採用了各種方式來進行聲援 縱使中共當局因此抓捕多位人士 但是大陸民眾的支持聲浪還是有增無減 就是這張黑底白字的中環件貼紙 近日在北京各地出現 因為只有巴掌大小不容易被發現 目前已經引起大陸公安的警覺 香港雨傘革命 大陸民眾也發出迴響 前山東大學教授孫文廣表示 大約有20位山東民主人士 日前在公開場合拉橫幅深圓 還有一批人想坐火車 直奔香港參加抗議活動 但被警察軟禁在家 湖南人權活躍人士南方街頭運動的參與者 歐彪峰用剃光頭的方式來聲援香港民眾 10月1號他被諸州警察 強行帶到了20公里外的郊外軟禁 直到傍晚才被放回家 香港民眾做得非常棒 勇敢這麼堅持 即使警方的話不斷地想打壓 結果民眾完全就不退縮 我覺得跟一個更大的鼓勵嘛 支持香港民眾 照點政府提供名字嘛 大陸知名人權活動家胡佳 也持續關注這場雨傘革命 去不完全統計 近期被中共警察拘捕或喝茶的維權人士 民主人士已經超過了60人 被拘捕者的罪名都是所謂的尋釁滋事罪 但支持者仍然有尊無儉 新唐人電視唐英采坊報導 好嗎